蝴蝶兰最喜欢喝白糖水 十天浇一次 根系旺盛 开花更多 这个白糖呢 它能够抑制病菌的作用 而且呢 对植物根系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能够避免滋生细菌 减少这个病害 如果你家里的蝴蝶兰呢 开花少 根系不旺盛的话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用这个白糖水来浇灌蝴蝶兰 在使用白糖水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浓度 虽然白糖水对植物的根部 有非常多的好处 但是在使用时 一定要将白糖水适当的稀释 以免呢 植株中营养过剩 导致这个蝴蝶兰长势变差 我们在准备 我们呢准备一勺白糖 放入容器中 这个加水 这个水呢 最好我们用这个热水去给它稀释 然后放凉之后 再去浇灌蝴蝶兰 喷洒蝶兰的叶片 或者说是用这个水呢 来擦拭蝴蝶兰的叶片 都能够让这个叶片呢 更加的肥厚油亮 灌根的话 能让根系呢 也是更加的粗壮 大白根 呼呼冒 这个方法非常的省事 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 喜欢的花油呢 可以试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接下来